Hell聊四季 天天的關心 大家好 我是Lell 今天要來看印度斯坦對上波蘭人 這場比賽是由天梯兩位高手 一位是法國大教西托 再來就是對方是Hera 那這個Hera應該算是 僅次於Viper的男人 就是世紀帝國的頂尖高手 大概就那十幾個人在往內互打的感覺 Hera已經算是世紀帝國二 第一或第二或第三的這種排名的高度位置 他的實力真的是蠻強的 他以前蠻衝動的 很容易就想要直接打一波ALL IN 但他最近的打法越來越謹慎 已經沒有那種以前年輕氣盛的ALL IN流的打法 算是進步的相當的快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滾命 好 那我們最近的影片都會像這樣子 就是未探索模式 就大家看一下高手是什麼探圖 當然Hera他這邊探圖 利用這個羊跟刺猴 但這邊Hera我覺得他做得有點太...太拖了 拿四隻羊去繞 他這樣繞很危險很容易被幹走 如果對方是直接找到 快速找到羊 然後直接去對方探家的話 這些羊是有可能會被幹走的 好 那來稍微看一下維敏 吸托的是波蘭 波蘭的維敏是有強大的村民能力的 是村民可以自動回血 所以打封建塔攻勢很厲害 因為他會一直回血喔 非常難產 然後他挖石頭也有加成 挖石頭的時候會慢慢產出黃金喔 所以波蘭人可以不挖黃金上城堡 只要挖石頭也可以 所以封建塔攻波蘭是非常厲害的 他可以既沒有很傷經濟喔 然後前線喔又有這個壓制力喔 所以波蘭塔攻勢算是一個不錯的戰術選擇 好 那波蘭其次的能力喔 是這個很便宜的貴族特權的能力喔 銀罐可以爆大量的便宜騎士喔 一個騎士喔 只要30黃金喔 超級省喔 一般騎士要75塊啊 然後直接幫你打對折之外 大概打6折 非常省 反正就非常省 再來就是破爛的大莊園 像這個一般都是模仿 模仿不破的這個範圍 那大莊園的話可以撒這個田喔 在這個大莊園的旁邊 可以獲得立即食物收成的效益喔 所以波蘭在生時代來說有很多的優勢喔 挖石頭有黃金 然後大莊園會立即收成食物 所以總體而言波蘭算是 沒有太明確的弱點的一個文明 他的弱點應該就只是 要怎麼守大莊園這件事情 就是真的蠻因玩家而異的 只要你大莊園守得好 你波蘭就不會玩到哪裡去 不會爛到哪裡去喔 因為你基本上可以靠這個大莊園 農出一大堆肉麻 或是大量騎士喔 甚至這個奧不騎步兵喔都可以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印度斯塔 印度斯塔的話 他比較是偏中後期的文明 他前期並不會很強 但是他的駱駝可以升到帝王駱駝 所以超級扯 然後升到帝王時代之後 有這個帝王駱駝還有火槍喔 還有這個印度火衝可以升級喔 那點一下印度火衝之後 他的火槍兵可以成為 世紀帝國裡面 射扯裡面最遠的火槍兵 狙擊步槍的概念喔 就是印度斯塔 那除了打駱駝之外 還可以打這個古拉摩 所以基本上對方出什麼 印度斯塔都有一個有效的克制方式 而且算是 沒什麼太大弱點的文明 好 那印度斯塔 他除此之外喔 還有這個 村民的食物費用的節眠喔 所以他到城堡時代喔 出這個 大量TC喔 暴農的時候 是非常快速的 那村民一下 很快就會運轉起來 可以容易就開到4TC 5TC喔 都可以正常運存 都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因為一隻村民到城堡時代 好像只要 欸 35肉嗎 因為黑暗時代45肉 然後 封建時代40 然後 城堡時代 在減5肉 大概應該是35肉左右 不對喔 城堡時代是減40% 欸 20% 所以應該是40肉才對 欸 不對我在算什麼 剛剛睡醒 好 反正就是減20%了 好 呵呵呵 50的20% 突然 突然數學運轉不過來 呵呵 好 我們看一下喔 突然 西托這邊選擇 要打這個 弓兵喔 射箭場 那突然弓兵也是很OK的喔 有強弩 又有母子環 缺停士沒有三級護甲 但沒有關係喔 弓兵本來護甲 就是騎士的一個能力喔 有沒有 都無所謂喔 重點是要有這個三級射 跟母子環 好 那這邊一下這個之後 應該是不會先按下一隻弓兵喔 應該會趕快先圍起來 然後先點一隻毛兵 然後要找個機會喔 去點這個 去挖金框 然後去出小弓 或者是這邊先出一隻小弓喔 然後先挖金 然後在後面再蓋下這個射箭場 但由於你們看喔 現在這邊 木頭食物都不太夠 所以兵工場也很難蓋 那要看一下喔 這邊要怎麼先圍起來 先把自己家裡圍死 然後用毛兵稍微阻擋一下 那裝甲步兵 只要沒做到事的話 就還不錯了 好 那這邊毛兵出來 一直出的話 可以考慮 哎呀這個回頭 直接砍個一刀 只要毛兵數量夠大的話 直接下射箭場 然後點一擊射 也是可以對裝甲步兵 已經造成蠻大的傷害 所以這邊吸脫在取捨中 要先灑農田 還是要先下兵工場 這個就是 新手跟高手之間的差別 新手這邊就會一直想要下這個兵工場 然後去點一擊射 去對抗對方的裝甲步兵 那高手們喔 想的事情並不是 趕快先出這個兵工場 而是趕快是下這個農田 農田先灑 而且他這邊灑四片田 四片田都直接立刻守起來 你看這個肉量非常多 好 除非喔 高手看到對方 工兵過來了 這時候才會去考慮下這個兵工場 那隨時這個時間的推進喔 這個兵工場下的時間越晚 就代表說他可以灑得挺更多 在前期可以拿到一個更不錯的經濟優勢 看到對方工兵之後 馬上補下這個兵工場 那有兵工場之後 就會有效對抗對方工兵喔 能擋住對方工兵 又可以擋住裝甲的情況下 印度斯坦這邊會很難打 這邊可能要轉一些肉馬 但轉肉馬的話 投資肉量又太多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喔 是出 轉成毛病喔 不要出工兵 然後去轉出一些肉馬 就好 不然就是工兵加肉馬的路線 不要出戰毛 也是可以 但黑拉這邊是感覺要出肉馬了 好 這邊毛病繼續追 好 那這邊木頭 這邊木頭有點爆量囉 18人挖木 這個是幹嘛 這邊可能要大挖 然後這邊再下一個大莊園 這邊再下一個大莊園 這邊有這個仙人掌 這個仙人掌還要除掉很煩 這個仙人掌我想到我就信 我之前在跟川普 有一位台灣的CD5玩家 川普 我之前在跟他天梯遇到的時候 我就因為這個仙人掌不能蓋 冬天我在那邊 在實況那邊抱怨 幹這個仙人掌 幹嘛在搞我啊 害我每次都要綠過這個仙人掌 超級煩的 然後那場最後還是有點險勝 打贏川普 川普那時候分數是1500分 那時候真的打得 被這個仙人掌打到心態快炸裂了 好 好 那這邊 毛病 這邊秀得很不錯 哇三隻都拿下 好猛 哇 這是我的話我可能拿不到 這個有點扯 好 洛馬直接過來看一看毛病 但是這裡有長相兵兩隻 直接硬戳 哎呦 黑暗的反應非常快 直接拉掉 好目前 突然這邊感覺是有點 出太多這個毛病了 有點尷尬 好 但是這邊馬上把這個人口 十八目變成石墨 然後用一些人口去轉成這個大莊園 再一個肉量 好這邊有更多的 肉馬跟莊王在硬砍毛病 好 這邊工兵細節操作 直接貼到毛病的最短距離 讓毛病沒辦法攻擊 好 這邊再嘗試 再回頭繼續對工兵受持傷害 腳快要把這個殘血的工兵收掉 OK 收掉的工兵數量其實沒有很虧 雖然這裡的毛病要送光了 但最後一隻工兵也收完了 哇靠 這就是神仙打架 本來還以為這些毛病沒辦法換掉 黑暗最後的工兵 但四隻最後的工兵也收掉了 哇這個 這個素的話絕對做不來這種操作 這就是 實力的差距啊 好 那西托這邊反應非常快 自己呈現的兵完全送掉之後 馬上開始補下自己的成本 把家裡直接圍死 那波蘭我剛剛前期有說到 他是難在這個大莊園要怎麼防守 因為其實他的農田 是不能撒在這個TC旁邊的 很容易會爆炸 那你要怎麼防守 就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你看這邊如果木牆 被打盡的話 你這些片條 都沒有地方可以防守 村民都只能四處逃 哇靠直接斷進來 我的天 哇這個就是沒有為死喔 沒有為死 這邊村民是不是要出來打架 殘血趕快拉走 可以攔擊 因為家裡沒有人在TC喔 有沒有很難守 你看這邊 因為TC旁邊根本沒有人 所以你要收村回去 別人也不管你喔 直接硬砍了 他想說你TC也沒人 也不會射箭矢出來 這個就是 拖欄大裝又很難防守的一個問題之一喔 真的是不好板 好那這邊沒有空 好這個肉碼直接送掉 因為前線還在打架 要用這些毛兵去燒了 這些工兵想要先收掉這些 長槍兵 長槍兵收完之後就可以點這個肉碼 再出來解這個毛兵了 好 那西拖 覺得還是要蓋個料望塔 防下這個大裝園 大裝園真的是很難守 我真的覺得大裝園是 波蘭的命阿 但波蘭要防住又很困難 那波蘭這邊可以下這個料望塔之後 還可以再升起這個防禦劍塔 還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波蘭還可以升到這個大型劍塔 所以玩這個 劍塔防守流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挖石頭又有經濟加成 也不會說非常爛 好那經過12片田的一個系列 應該這邊會到18片 這裡有幾片田沒有人才 這裡怪怪的喔 這裡有這裡有 欸 這裡少4個人 好 波蘭這邊挖石頭 然後再等這個升城堡 死蛋 那這邊非常多的劍塔 好 那波蘭這邊是選擇弓兵的升級 那 西拖這邊還在思考 要打弓兵還是要打這個 奇兵喔 那我覺得 波蘭這邊打弓兵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對方印度斯坦 如果你跟他對方互打弓兵的話 也沒什麼問題 也是打得贏 不然就是打這個戰嘛 看自己挖金人有點多喔 9個人挖金 所以出攻兵的機率還是比較高一點 好 不然就是要來蓋TC 然後下這個BK喔 也是可以 好 好 那這邊雙劍塔 這邊有讓黑蘭有一個 偷雞摸狗的一個機會喔 反正想要進入這個設場 去偷偷設這個村 但這個風險實在是有點大 好 那這邊有大量的村民 直接出來印蓋TC 這樣可以確保附近喔 可以守下來 好 第三個TC開得很遠喔 直接把自己的家裡喔 往右 說錯了 讓對方左右騷擾的一個距離喔 變大 這邊工兵 稍微出去探查跟騷擾 好 但是黑蘭這時候 才慢慢補下第三個TC喔 相對晚了 因為他這邊是雙射箭場 出小弓的關係 所以前面喔 有一段時間是很難按出這個TC 結果這隻小弓還燒到一村 有點賺 看一下兩邊經濟好像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大莊園這時候 吸湊要來開始慢慢補 這邊挖到黃金挖的數量有點多耶 有點奇怪喔 這個 不打騎士 然後 我要打馬弓 你這個是按錯了吧 你要想 你要想清楚耶 對方出弓 比你還打馬弓 這應該是按錯喔 原來對方打弓 比你出馬弓 很容易被射外喔 人家的禁道成本很低的 你不是匈母或是猛果 千萬不要出這個馬弓喔 沒事不要出喔 很危險很危險 你還在按耶 哇這不是按錯嗎 這應該只是出去騷擾而已喔 並不是真的要出喔 嚇到了 我想說他真的要打的話 他真的會出事了 你這邊完全打不贏啊 出馬弓的話 把這個奴票直接送掉 稍微加速一下喔 兩邊都按摩 好到了帝王時代 嘿嘿啦 這邊比較慢一點啊 村民樹有點落後 84吋 那 西拓這邊是有一個 村民上的一個 欸沒有領先耶 哇他這邊 我看懂了 他直接用兩片大莊園 然後不出兵 然後直接硬上帝王 好這邊頭子車能不能修到 看一下 喔喔喔喔喔 稍微修到一發 回頭再打一發 沒有沒有 直接往後拉 好 KR的兵 開始往前推進 那 經濟科技都頂下 OK 賀錦馬開點了 好這邊紹戰看到 敵方大軍過來 直接把挖石頭的村民往右拉 阿爸這邊駱駝 直接往這邊看到挖石頭的村民 好這邊過來 頭子車沒有來救嗎 好 好看下來黑愛大莉 黑愛大莉 農鐵曼補下了 然後4TC開 哇你看這邊 4TC也是毫無壓力的運轉 這就是印度斯坦的威力阿 好補下了很多射箭場 4個射箭場 現在是要來打封兵 強奴生好了 強奴生好之後 要小心一點 數量少還是會被集火掉 好一看到強奴生產之後 黑愛大莉馬上選擇 出這個戰毛筆 還有這個二級手推車 手推車也點下了 哇黑愛大莉這邊經濟細節 也是做得很好 因為我覺得波蘭 西偷這邊可能要趕快去 按下這個手推車 在戰爛之前 可能還是要把自己的農田 補出來大量一點 他這邊存這麼多的經驗 是要來出強奴 這個是蠻有想法的一件事情 很少會看到 高手之間的對決 會用這個箭塔防守 然後直接印上帝王 因為這樣子代表 李山寶時代 這段時間要讓對手可以爽爽農 那也沒法騷擾到對方經濟 那很有可能自己沒出兵 會被對方直接騷擾 然後直接經濟爆炸 這是一個鮮明的對比 所以很多高手並不會這樣打 很少已經看到的高手會這樣子玩 好那黑愛大莉這邊有一個細節 來這邊控這個對方野精的視野 只要一過去挖野精 馬上就去做針對了 好打兩個蘿蔔直接殺進來 蘿蔔開一開村民 但是裡面有城堡 要小心但城堡沒有彈到血還可以 有點射歪了 一隻蘿蔔都沒倒 好強奴這邊對射一下 這裡要回救嗎 沒有 喔 這邊波蘭點下三級農田 那輪棍制度三級農田點下之後 波蘭立即獲得食物的量 是53勒 這個三級農田 你只要一看他撒完 馬上這個農田就直接採手 然後就可以拿到大量的肉 就會看到肉飆得很快 五片田 八片田 八成五十 你八片田直接採門直接拿到四百肉 真的蠻多的 立即採收效果 這邊開始撒了 三級田移好之後馬上開始撒田 那這邊黑拉一直有個經濟優勢這樣 二級農田 二級伐木 不是我在說什麼 二級是手推車喔 手推車點下之後 這個村民樹還領先十二村左右 就知道這個經濟有點領先太多了 因為你們還要算這個手推車研發時間 讓TC不能產村民 即使是這樣子村民還是有領先這麼多 這個相當不容易 這有可能是因為西托士只有三TC的關係 那 黑拉這邊是選擇四TC 反正他村民便宜 多按幾個TC 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點下這個奧布奇 戰錘兵升級 還有這個靈甲手推車也點下了 好火炮升級 火炮升級 好看起來西托又要打強奴跟奧布奇跟火炮的一個組合了 那 黑拉這邊是選擇要點這個帝王駱駱 哇這個帝王駱駱下去會很扯 因為這個駱駱攻擊速度很快 有25%的攻速加成 哇這邊大眾人馬上快抓包 哇這邊天啊要蟲傻了 要趕快取消掉不然這個田會不會直接吃掉 這個田直接三四百木 直接會被砍掉很危險 要趕快delete掉 大眾人高到一半馬上收村 收村還算蠻算即死 這邊黑拉想要用個高地去反殺 但是這邊奧布奇直接往上推 而且他們還有火炮 直接往後撤 相當明智的選擇 哇這邊經濟已經爆炸了 兩千肉一千黃金 這邊黑拉並沒有選擇 再繼續出大量黃金兵種 反正是轉出火槍兵了 火槍兵點下之後印度火衝出來了 哇靠 印度狙擊槍來了 這人狙擊槍打阿武奇效果會很好 火炮慢慢嘗試推 好三級鎧甲好了 攻城攻城師也好了 攻城攻城師好之後 這個火炮的傷害跟這個射程都會增加一點點 看一下這邊火炮能不能打出一片風采喔 火炮很重要 火炮是在這場裡面佔了一個主要攻擊的動作了 這邊直接推進 但是黑拉有這邊帝王駱駝的一個移動優勢喔 哇這邊恰弩走太前面了 這邊戰矛直接硬點 火槍開射阿武奇 結果阿武奇太後面了 沒有包到一駱駝 這邊火炮直接往前 硬點對方的火槍 火槍也死了很多 但是這邊 恰弩還在敗戰矛打 阿武奇直接回救 回救的結果是 有點難守住 唉呀 雖然還是守住了 死了兩隻火炮 但是自己的強弩死了也是超多的 好 那火炮確實也有傷到對方的火槍喔 但火槍雖然還是蠻多的 印度斯坦的黑拉這邊 肉已經破了快要3000了 肉有點大 太爆量了 在這裡要趕快補下更多的馬丘 去爆下這個肉 或是這個火槍 所以這個射箭廠只能按這個多 但火射箭廠只能有6個啦 所以火槍兵的量產應該是沒有太大問題 但是這邊洛索要在第二次附近 第二次附近 火炮能不能繼續打呢 火包過來硬點 但這裡沒有視野 所以沒看到 這邊應該是有視野 應該可以去點了 硬點火炮 哇 這邊只打到一隻火槍兵 但是火炮一直被洛索打 哇 有點傷 火炮已經全部倒地了 沒有火炮的支持 有點難繼續打這場戰爭了 可能要先後撤 沒有後勤沒有後勤 這後勤補給有點跟不太上了 好 那這時候才點下二級 用得奧布奇傷害才慢慢起來 再測一下再測一下 好 有點痛 這火槍很痛 火槍兵有點猛 好 那印度斯坦黑仔這邊點下大幹道 這個能力是可以增加他的黃金收入 10% 所有的黃金收入 增加10%的一個效益 包括挖黃金啊 或魚雞的生產 這個速度都算在裡面 還有這個 貓也算了 應該也算了 好 那這個烈克 烈克提克遺產也點了 那底下這個之後 撲爛大落馬 這個践踏效果 對於打這個火槍兵的效果還不錯 好 這邊臭命可能要被砍爛了 這邊地王駱駝攻速很快 雖然還沒有三級攻 三級攻之後 這個駱駝會更誇張 哇 這邊火炮又要一直被抓掉 哇 可憐啊 火炮一直瘋狂倒地 巨頭硬拆高地堡 但是應該沒什麼問題 沒有臭命在修 下面這一坨駱駝要直接過來 這裡沒有蓋房子 可能要直接溜進來了 好 這一波駱駝 六隻駱駝直接過來偷殺 西偷的挖野精的村民 哇 黑拉這邊地圖碰得很好 但波蘭這邊防守大中原 已經顯得有點無力了 這個人沒有騎兵去追對方的駱駝是很困難 但是駱駝你出騎兵又打不贏 所以黑拉利用這個駱駝的優勢 盡可能去騷擾大中原 他也知道波蘭大中原是很重要的 只要掃得到大中原 基本上你就能打贏波蘭 哇 這個奧夫奇雖然很多52隻 但是跑速有點慢欸 這個是不是忘記升跑速啦 好 上來直接硬拋 好 這邊對決正命頭 欸 駱駝倒光了 但是後面火槍兵的數量還是很多 這邊開始甩槍 好 再繼續甩 再繼續甩 回頭就是一隻步兵 哇 超遠距離又射死一隻 我們看到這個 狙擊火衝 很痛很痛 火槍兵喔 真的不能亂來 好 那目前啊 波蘭最好的方式 就是出大量擊兵喔 加上這個強弩 但是這兩個東西都需要 黃金的一個加持 那目前波蘭很明顯 黃金是不夠的 既然轉出一些洛馬應急喔 不然這個前線戰兵真的不行了 但是這個洛馬又一刀 帝王駱駝非常害怕 這個可能被砍了四五刀 這個洛馬就不太行了 就直接倒了 好 這邊賣一點木頭 去換黃金 來硬點這個強弩出來 那這邊經濟看起來很明顯喔 可以啊 這邊非常的有錢 當然西拓這邊有點節節 敗退喔 TC一直被拆 電子也是 那一直在B站喔 然後這邊大中語又被砍 完了 右邊這裡大量村民直接被砍死 正面奧布奇直接往上推 加上大洛馬後面包夾 這邊火槍並被稍微包了一下 血量掉很快 這邊洛馬會践踏 會践踏洛馬 直接讓他的血量掉得非常快 但是還是直接死光了 非常多火槍並沒有抽 但是後面有強弩在後面輸出 槍弩直接硬點火槍 大洛馬再上來直接硬打 火槍基本上要送光啦 哇 強弩射火槍還是比較快的 好 那火槍直接射光之後 印多斯坦爆出更多駱駝 那要小心喔 雖然這邊強弩是可以 Counter駱駝的 但是駱駝的量還是很多的話 強弩數量太少是沒有用的 完蛋趕快退啊 哎呀 OK 直接踢到城堡下面 直接反擊 這一波 這一波吸湊反殺的不錯 但是這個駱駝經濟太好了 又有更多駱駝出來了 火的天 右邊大中原也被騷擾到了 所以農田樹一直拉不起來 有點難打 因為波蘭真的沒有大中原 真的是玩不起來的 然後大中原一直往前尬 又會被阻止挖掘 哎呀 這個採集食物 真是破爛的一大硬傷 結果這邊蓋城堡了 蓋不起來 這個地基壓在大中原的農田上 好 那西哥哥 這邊已經打不贏了 經濟速度有點慘 直接打出了巨巨魚 那看一下 到底有沒有點這個步兵的跑速 其實有點啦 我一直以為沒點 它是有點的 42分採點 還可以吧 可以啦可以啦 但是 後面 我覺得沒有轉這個幾兵有點可惜 應該要讓這個 幾兵出場 然後用強弩 搭配強弩應該這樣就夠了 強弩數量一多 黑拉這邊的駱駝也是不好打 然後正面用幾兵硬搓駱駝 然後火槍就靠這個強弩直接射光 可能會更一個名字的選擇 不然出這個奧布奇 雖然對於駱駝來說 打擊也是有的 但是 遇到火槍的話真是無可奈何 而且自己的黃金兵一直用這個奧布奇去換 感覺也不太好 而且左邊的黃金也一直搶不下來 出幾兵的話 左邊的野金的話 只要出幾隻幾兵就可以守住 就會挖黃金了 這樣可能運轉效率上來說會更好一點 不然 不然左邊那塊野金沒辦法挖到真的太傷了 黃金很明顯就被拉開了 反正黃金直接被拉開5000多 那這邊的黑拉乙跡是減了4個 直接3000多 經濟全盈 但波蘭這邊經濟輸這麼大的情況下 撐這麼久也是蠻不容易的 所以就是 波蘭經濟上的優勢之處 比較不容易會有經濟崩塌的問題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那我們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